如果你要建這樣的合作時 你不會透過兩部分有限公司 跟有限公司的法律的方案 你會只有透過一個當地的法院 然後他們的那個法辦 所以他們的 Super-Edge 是他們的organization 所以你其實可以做很多合作時 只有透過他們就好 好 然後我有一點點考慮 原本那個是工人電廠 所以我選那個工人能源合作師 就是其實是什麼東西是一個regional energy core 所以我找到他們有那個能源合作師 他們有一個協會 然後他們有發一個publication 如果你可以看得懂得文 你可以上他們的網頁 就看他們的那個study 他們有做一個類似的reference 你要了解那個為什麼 什麼時候是一個合作師 是一個工人的合作師 也是一個local regional的東西 就是當地的類似說 台東那邊還是台南那邊 然後也有他們要坐在這邊 那邊要做東西 沒有在台北做事情 他們就坐在台南那邊做事情 然後也很有興趣 很多那個合作師 他們其實他們參加的人 不是他們沒有自己安全開 他們只有說給大家聽到這個故事 就說我們要做一個事情 我們要自己做財神營業 還是我們要自己做這個事情 所以他們都有集合 然後他們開始投資 所以有的時候他們其實 也跟這個沒有經驗 他們會以後還在找公司 還是project 還是有一個人比較有經驗 但是他們每次是那個initiate 所以不是一百個人 坐在一起 然後他們說 我們現在要在這個地方安全 分離發電 所以我們都需要做這個 然後大部分是自己來做的 但是有的時候 也是當地政府幫他們做 還是一個當地政府的電力公司幫他們做 所以兩個方面都可以 然後我剛剛說 最重要的是他們的boting majority 是在每個member有一個bote 另外一個是每個member有一個權利 可以拿到資訊 所以你說我要了解你們的battle sheet 還是怎麼樣 你真的可以去 因為他們說我要看 然後他們要給你看 另外一個是10%的member 其實可以交一個shavement 所以你也可以 如果你有10%的人 可以交你 他們要開問 然後介紹為什麼 所以那個control 非常非常的democratic 然後他們最重要的目的 當然是德國交演 Event 裡面的傳區 然後當然是climate protection 比如說你local level 然後大部分他們是一個投資的方法 到當地的projects 所以local project 或者在別的地方 但是當然也有 比如說你的退避民進士 他們要用鋒利發電 還是鋒利的發電 但是他們那邊沒有辦法傳 所以他們用錢投資在另外一個城市 在這邊安全到鋒利發電 所以這樣他們也可以說 我們做鋒利發電 比如說我們依然沒有辦法做到 所以我們才太重投資 但是這個算我們了 然後我也找到他們 常常會追 有根據一個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Alliance 他們是在歐洲那邊已經很久了 大概三十五十多年 他們用這個概念 可以看他們的網頁 他們有做很多 除了任務以外 還有做很多更允許的 cooperatives 的東西 然後他們也有很多 比如說Articles Bylaws 這樣的東西可以抓到他們的資訊 好 然後剛剛說 我真的那個太重的暗示 還是那個發生的 甚至其實在德國也有發生過 我認為其實已經在19th century 所以一八八十的時候 有幾個德方 一方在德國 政府部隊要真的投資 還是電力公司沒有錢還是預算 但是當地的人們 還是其實也是他們的企業說 我們需要自己的一個發電的地方 所以我們來做自己的一個合作式 然後我們自己投資 我們自己做的 我們不要跟政府 還是接下來跟政府說 我沒有錢 這個是很好的 給我自己做的 但是 Power Market的時候 是政府官吶 還是一個Monopoli的時候 他們就大部分不見了 所以只有1990 因為紅紅糖就比較多 然後大部分他們的 90%是個人的 所以有幾個合作式 他們是在一個小農村的地方 然後他們要 改變他們的Vivage 做全部的Eating 跟Power 跟這樣的東西 做財政工業 然後中共在德國 2013年 有八百十八百個 一個很好運 很高級的單位 然後大部分 90%是個人的 所以有幾個是公司 或者別的單位 但是90%是 是從個人來的 然後一般的Membership fee 偶爾是幾五百 都一千塊 偶爾 因為那個合作式的意思 不是你要找到很多人 給你很多錢 最重要是你有控制 很可能你只有20% 存工的資本 而然後以後你自己 銀行 典禮公司 還是誰幫你偷偷 你不需要全部自己拿你的錢 抓你的錢 然後偷偷 你只有拍攝 你先控制 你Initiate 然後你還有證據 是開發公司 還是安全開發的辦理公司 還是這樣的 就會幫你做一個 然後中共也有 1.2億 總共的investments 其實我們2014年 在中國修理財神明年法 因為財神明年 我們之前只有FIT 還有靠FIT 所以你會安裝 然後會賣你的電影公司 但是因為現在已經 越來越便宜 政府現在鼓勵大家 自己找一個客戶 所以你要自己找一個 一個工廠 還是誰要幫你 要賣 這個對於那個合作 是一定的負責 他們不是完全的專家 所以他們feed in 就好 因為他們會賣 OK 很簡單 但是如果你有一個需求的合作 所以自己找客戶 很可能是超過他們的能力 所以這個 我們看去年 越來越少的coop 但是現在好像 在他們相伴方面 才順利 最後 就給你們的部分 看一下 如果你看2012年的 安全財神明年 其實在如果你看 公民的合作師的方 是快46.6% 是個人還是合作師的點 從他們那邊來 只有30%是 financial investors 還是比較大的 strategic investors 然後你看 電力公司是有一公司 12.5% 然後你看在這個方面 其實從這邊 25%是個人安全開案的 有很多 所以這個部分很多 然後合作師法是9.2% 然後比較 他們留一個在 tuning 透支在另外一個地方 是1.6% OK 然後你看 如果你看錢的話 他們也透支30% 全部的那個 6.7% 所以完全一個非常重要的方向 好 OK 然後 如果你看每個 我只有看他們 在這個study 有 Heating Biogas這樣的東西 我只有看在 太陽裡面 分泌發力 然後 因為 力量非常貴 你不會看到在 德國合作師做這個東西 這個太大的投資 但是你會看 路上面的 分泌發力 然後你可以看在這邊 其實 在德國 然後這個台灣 這個房間 在台灣其實也可以 因為其實現在 今天是500MW 目標 然後40%給惡人錯 所以在這邊 有很多個人的 個人的 投資 然後其實 惡作數比較 在這個方面比較少 然後 institution investors 比較大 但是如果你看 峰里的話 這邊的惡作數比較大 很快 這個意思 所以在這個方面 他們才跟我做 好 下一位 謝謝 所以 結論 那個合作師 先需要 market framework 可能這是一個 monopoly的話 是比較難做 可以做 你的方向會非常負責 你一直要看 做什麼路 可能會問到一個外條 再考慮怎麼做 所以 你應該要一個 比較free market 可以做這個事情 然後你也需要一個法律 去幫助你做你的合作 事 因為現在 我沒有看完全台灣的合作 事發的錯 他們只有第一 一到一五條 然後台灣的 做法律的方法是 他們會做得很仔細 德國沒有寫 在哪裡 在什麼企業 還是在哪裡 什麼行動 可以做這個事情 他只是你可以自己做啊 如果不對的話 他們會管理 台灣其實寫了九個條件 然後能源不是在裡面 所以你們現在 沒有辦法做合作 事發 因為沒有能源的部分 他們有 農民買賣東西 然後這樣的 但是對能源現在 還很難做 其實有失調說 你可以透過中央政府的 決定 所以就是只有這個方法 然後合作是 最重要的是 因為他們是從當地來的 他們愛當地 他們要改變他們的那個地方 所以他們是非常重要 到那些 才是裡面有這樣的東西 然後因為他們 住在這個地方 他們想要在這個商學 當然他們要 穆得很好的地方 然後也是 我剛剛說 合作師的好處是 每個 member 有一個號碼 所以你真的 可以參加 這不是一個 然後你有看 我跟他們 那個數字 是30% 是從這個地方來的 所以就是如果你看 你要發展 那個財政能源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部分 可以用它 然後在德國 很明顯是 日本的那個 人員專須的那個 DRIVE 所以是一個非常大的 多數 好 所以我覺得其實在 台灣已經有幾個方法 可以做的 但是還有一點點 你很可能可以再看 合作發 那 合作示範有沒有一個方向 可以做 好 有沒有人要 康小姐 要不要加一句話嗎 還是 有沒有還有邀請 林寺先生 但是他還沒有來 所以他 你給你一個 Citizen 很瘦 他在嗎 你在 你好 OK 只有我做那個 那個 presentation的時候 我發現一個事情 是因為我們剛剛 我看英文 英文的新聞 是說那個 澎湖Citizen Farm 沒有成功 Citizen Wind Farm 沒有成功 但是你剛剛按照我的那個 identification 我們的 用德國的看法 澎湖的安置不錯 也很好 我這裡也是一個 很好的方向 但是現在有失敗的 認為中心好像離開 但是這個不是一個 合作式的方法 這個不是真的是 一個工們的投資 因為工們在這個方法 沒有辦法 真的控制這個事情 先 因為是台灣的 系統 所以這個部分 也蠻聰明的 但是因為 公司先投資 然後人們後面投資 其實要反響 人們先投資 人們先開支 然後人們就跟 英法威 中港 中心 你討論一下 是不錯 你可以幫我們計劃 你的金融是怎麼做 你可以靠中央政府 還是當地政府 他們做 但是這個差別 是沒有 我一點點怕 未來在台灣 說那個 Citizen Wind Farm 沒有成功 因為我都可以跟他們說 這個問題 Citizen Wind Farm 所以我們可以再試試 這是一個希望的 這這樣可能是 我的結論 謝謝 有想提問的嗎 沒有 我們就繼續往下走 好 就謝謝 恐龍先生跟我們的分享 OK OK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來看 就是 我們看到這個 德國的 中米電腦的發展 好 那來看看回到台灣 那我們現在又面對了 什麼樣的困境 那有哪些的可能性 那麼接下來就請 我們台灣環境保護聯盟 學術委員會的召集人 王圖發老師 來跟我們分享 我們熱烈的 各位 我最愛 再生能源 朋友 大家午安 今天 大家要談這個 公民電腦的 這一個 發展的 這個困境 因為 從剛剛 恐龍先生的這個報告 大家 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 講這個公民電腦 最主要還是 跟他們的發展 這個再生能源 有關 那麼 再生能源 基本上 就是 小型 分散式的 這一 發電的這個 放送 那麼 我們在台灣 你說 困境 這個 基本上就是跟 我們 發展這個 再生能源的困境 那 其實 那 為什麼 我們台灣的這個 再生能源 發展不起來 所以我先談我們這個 台灣這個 再生能源 發展這個 困境 那 其實 如果 你從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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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裡面 那個 報告裡面 那個 報告一起在 這個 2050年 這個 再生能源 可以滿足全球 百分之七十七的 這一個 能源需求 那 以台灣的這個 情形來講 台灣 目前 的 這一個 你可以看 就是說 目前 全球的這個 再生能源的 這個比重 這個是在 2010 這個資料 如果 以現在 2015年 這個 會更高 這個 這個 這個比重 佔了 百分之13 我想 目前應該有 百分之15 這一個 全球的這個 再生能源的 佔 但是 以台灣來講 現在 你如果 這一個 不 不考慮水利的話 就是 現在 一般在談的 這些 風力 太陽能等等 大概 百分之一 左右 非常非常的低 跟 全球比起來 根本 不成比例 沒有辦法 全比 那麼 其實台灣 運場非常豐富的 這個 再生能源 那 我們的 這個 再生能源 的這個 運場 你如果 以這個 風力來講 那麼 有的認為 至少 它應該有 百分之 至少 有 5 是 Habam 這都是 保守 的計 1 是 10億 太陽能 根據 我記得 今年 應該 中 一個 全國能源 會 官方的 這個 資料 也是很保守的這個資料 那麼這個資料是認為這個屋頂型的這個太陽能 可以達3GW 那麼地面型可以3.2GW OK 那麼地熱呢 這個是國科衛的一份研究報告提出來的 可以有7.1GW 大概是核市場裝置容量的2.6倍 那麼地熱基本上它可以全天獲得發電 這個都沒有問題 他們說太陽能 沒有太陽就不能夠發電 可是我們在講說台灣會不會缺電是在夏天 那麼夏天其實像現在從現在開始 我們從6月開始 6月到9月那個電價又漲 這個夏季用電 那這個時候呢 其實是我們太陽最來電的時候 我們的條件啊 我們太陽能的這個條件 事實上比日本、德國都要來得好 可是全球推展這個太陽能發電最用功的 就是德國跟日本 那現在呢 中國會起來 它一年的裝置容量甚至可以到10GW 不過我們每年啊 我們能源級啊 那個規劃量啊 我不曉得 我們都是以MGW在算的 MGW跟GW是相差是1000倍 人家在裝置 每年裝置的量是以GGW去算的 我們是在那邊算幾十個MGW 現在也許幾百MGW 但是相差非常非常非常遠 那海洋能 我們台灣四面淮海 當然這個條件也非常好 國際上在估計 我們這一個黑潮 東海岸的這一個黑潮 那個潛力是非常高的 包括波浪發電、潮汐發電、溫灶發電等等 這條件都是非常好的 可是我們基本上呢 沒有好好去用 沒有好好去用 那麼 雖然我們2009年通過了這個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那麼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那麼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要求一個 這一個電力董購匯率委員會 去設置那個委員會 設置這個委員會 它本來的任務 是要去審議 那個董購價格 那個公式 去收購這一個 再生能源的發電的 那個董購價格的 那個公式 以及各種不同 從再生能源 因為它的成本不一樣 那麼你要給它合理的利潤 那你要按照那個成本去 加一個合理的利潤 這個就像德國的那一個 這一個制度 那可是我們的審議委員會 竟然違背我們的立法精神 它竟然是去審 什麼啊 就是要求能源局 按照它每年規劃的 那個量 那個再生能源的 這一個發電量 然後呢 由民間廠商啊 去競標 就在太陽兩方面 完全違背 這個立法堅存 這個立法 再生能源條例 這個法案我們本來立法 是怕行政部門帶動 所以那個時候 要求行政部門要去規劃 我未來 譬如說十年 二十年 每年要推動的那個量 然後這個應該是最低的量 應該是下限 結果 我們的政府 把那個能源局那個量 規劃的量 把它當成是上限 然後拿出來 由民間廠商去競標 所以價格不是這樣定出來 這完全違背那個立法精神 這個是非常可惡的地方 我第一年 在當這個匯率總共委員會的審議委員的時候 那個時候